好的,各位朋友 我目前在九泉街巷子裡頭 今天就是提早轉彎 我才剛上線,現在4點31分 還沒單 現在我在等我的開市單進來 今天的業績 基本要求就是20趟 沒錯,我現在的平日標就是60趟 平日標60趟也只有三天可以跑 那當然一天就20趟 基本上來說也是一樣 這個禮拜二跟禮拜三 就是盡量拚一下 禮拜四就可以比較輕鬆一點 不過按照往常的經驗 禮拜二大家都會出來跑 很多想要沖燙講的人 禮拜二就努力的跑 把他盡量跑完 所以我禮拜二基本上來說也是順其自然 能夠跑到20趟 基本上來說大概就可以休息了 多跑一兩趟呢,就當撿到的 那今天的作戰計劃一樣是 這個三公里以上不鳥他 我直接三公里以下 大概是這樣 因為我要拼上次啦 所以那這個價格還有這個距離太遠的 我就直接這個放棄了 好啦,二話不說 不是啦 廢話不多說啦 我要去這個老地方啦 好了各位朋友 我目前呢 是把手中的最後一單送掉 那我目前在這個太原路上面 剛剛下了一場大雨 其實今天晚上碰到兩場雨 後來第二場比較大 就剛剛而已 所以我的褲子已經全濕了 今天跑21趟 其實系統還在丟單給我 今天一樣是無縫 但今天的無縫 讓我覺得好像 變哪邊怪怪的 很KK的 都一單一單的進來 搞的就是 整個這個步調 送的很慢這樣子 算順啦 但是就整個很慢 因為現在都快9點了 也才21趟 跟之前前幾天比較起來 那感覺就 有點緩慢一點 但其實有跑到這個 業績基本上來說就算OK啦 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系統還在丟單 我是已經下限了 因為我剛剛那個 下限前 系統又丟了4單給我 就一單一單把它去掉 那價錢都不太美麗 三公里多 才50幾塊錢而已 哈哈哈哈 那要往中正區跑 我就不想要再去中正區 這樣 不過我想說 既然系統還是有給單 那我就回40的路上 我有可能就是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切到 就是 往40方向的單 這樣子 所以待會我應該又會把這個 應該又會上限吧 這樣子 就試試看啦 這樣 不過現在 呃 所以現在比較麻煩的是 我又擔心路上又會開始下雨 超麻煩的 我直接回家的話就沒什麼問題 但是正在送東西的話 問題就會變很多 這樣子 這樣子 OK 啊 這樣子先不想那麼多 這樣 啊 基本上 嗯 算了 我應該就直接下線 就 就直接回家了 這樣子 就不跑了 因為現在在賭這個天氣 呵呵呵 有點煩 這樣 雖然說其實多跑 對對對自己是有幫助 因為 就代表就是 那我禮拜四就不用跑那麼久 喔 不用在那邊 趕業績這樣子 喔 但我覺得 還是就算了啦 喔 還是就算了 好啦 那就明天繼續